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关系的走势 把时间交给留下 好的英国 我们看到美国对于伊朗是在不断地施压 而伊朗出手在反制美国 伊朗停止履行伊核协议的部分承诺究竟意味着什么 而美伊对抗加剧又会产生哪些后果 来看全球各大媒体相关分析 首先是英国媒体金融时报 伊朗基于强硬反击 我们看到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一周年之际 伊朗总统鲁哈尼宣布说 伊朗要部分退出该协议了 那鲁哈尼称伊核协议要么是一项大家双赢的项目和协议 要么是一项大家双输的协议 而伊朗人仍然是致力于外交手段 但是会用一种新的话语和逻辑 那他坚称说伊朗不会发动任何的战争 也不会离开谈判桌 舆论就认为说 如果不能对美国的行动进行反制 不能够有效地来维护伊朗的利益的话 伊核协议可能要面临的是瓦解 再来看俄罗斯媒体卫星通讯社 伊核协议前景堪忧 看到在美伊较量当中 简单地退出伊核协议 对于伊朗本身并没有好处 伊朗的处境将会更加的困难 法国坚持要让伊朗核协议继续生效 它同时警告德克兰方面 若不遵守核协议将对其重启制裁 恐将被摆上谈判桌了 专家指出说伊核协议的核心 还是取决于美伊之间的关系 如果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还在伊朗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尤其是如果美国不去策动地区国家 与伊朗对峙 而使得伊朗感到自身生存 受到威胁的话 那么伊朗应该不会完全退出伊核协议 再来看法国媒体 法国的国际广播电台 美国升级对伊施压 在伊朗做出强硬回应的同时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临时取消了 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见面的行程 是突然造访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那蓬佩奥就说 他之所以会花四个小时访问伊拉克 是因为伊朗动作频频 而发动攻击的威胁是十分明显的 德黑兰是美国的敌人 但却是邻国伊拉克的盟友 分析就称说 美国其实是在想把伊朗塑造成为地区的威胁 从外交层面在中东地区进行 进一步的孤立来孤立伊朗 那许多人担心说 美国正在试图引发与伊朗方面的战争 再看路透社 美伊对抗后果难料 蓬佩奥突访伊拉克对外宣称是 来帮助伊拉克在能源等方面减少 对于伊朗方面的依赖 但更像是在警告伊朗 不要轻举妄动 对于美国的举动 欧洲多国一直是持批评态度 但是由于欧盟和美国处于不平等的位置 影响手段是有限的 专家认为说 美伊博弈常态化 必然会给中东地区安全形势蒙上一层阴影 美伊两国持续这种缠斗和矛盾发酵的现状 将在短期之内会不会有明显的改变 但未必会发展到不可控的大规模军事对抗的地步 好 这部分焦点是这样吧 时间交换给临风 好的 刘洋 nächste一次 这是 暂时 西安